饮食方面,要多食碱性食物,控制每天总热能、蛋白质的摄入,少食漂令食物,避免饮酒。 适合痛风患者的食物东瓜属于碱性食品,有利尿作用,对痛风患者有益绿花叶菜营养丰富,漂令含量极低,可作为痛风患者的食疗加品芹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,基本不含漂令。 痛风患者可以尝试白菜属于碱性食物,基本不含漂令,而且富含维生素C和甲盐,痛风患者可尝试黄瓜属于碱性食品,有除热力水、解毒、生精止渴等作用,对痛风患者颇有益处南瓜是一种碱性食物,形经络、粒小便,而且热量低,因此慢性痛风患者可食香蕉属于高甲水果,有利于排出尿酸, 漂令含量低,适宜痛风患者食用樱桃促进血液循环,促进尿酸排出,能辅助治疗痛风,关节炎引起的不适离有生精、清热、化痰作用,而且基本不含漂令,又属碱性食物,对极慢性痛风患者均有益葡萄碱性水果,含漂令极少,有补气血、强筋骨、粒小便等作用,对痛风患者血尿酸的排除非常有利 适痛风疏果食疗方冬瓜汤冬瓜300克,大枣5枚,油,姜丝,盐,鸡粉各适量 冬瓜切片,热油爆香姜丝,放入冬瓜片,大枣,加清水,盐煮汤,食前加鸡粉 蒜蓉绿花椰菜,绿花椰菜150克,油,盐,蒜泥,鸡粉各适量 绿花椰菜白朵,开水烫5成熟,放入热油锅,大火翻炒,放适量盐,蒜泥,加鸡粉即可出锅 速拌芹菜,芹菜500克,洗净,切断,用沸水烫,捞出,冷水过凉,取出粒钱,最后,用盐,鸡粉,香油,醋拌匀 醋溜白菜白菜250克,洗净,切片,油锅烧热,爆香葱花,姜末,加少许酱油烧出香味,放入白菜片,盐翻炒鸡下,加鸡粉,白醋,勾芡即可出锅 蒜泥黄瓜黄瓜500克,洗净,切块,用盐拌匀,沥水,酱油,蒜泥,鸡粉,辣椒油,香油调成味汁,与黄瓜拌匀即时 大早蒸南瓜南瓜300克,大早5枚,白砂糖适量 食材洗净,南瓜去皮,去嚷,切片,南瓜片装盘,加白砂糖拌匀,摆大早,蒸锅上货,放入备好的南瓜,蒸30分钟,南瓜熟烂即时 苹果醋加蜜糖取一匙苹果醋,一匙蜜糖,兑入半杯温水,调匀饮用 苹果醋的酸性成分杀菌作用强,可以有效排除关节,血管及器官的毒素 肠瘾不仅能调节血压,疏通血管,降低胆固醇,还能治疗关节炎及痛风 给痛风患者的小叮咛为了减轻病症,痛风患者需保持理想体重 不过,减轻体重要注意循序渐进,否则容易诱发酮症或痛风急性发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